大家好 我是老船長 他是豬腦袋 如果你喜歡看那一種 看圖說故事的頭顧節目 那你可能要去看別人的節目 但話說回來 如果你要看那一種 股票還沒有漲 但是會直接跟你說 準備要大漲的 這樣的節目 那你就繼續看下去 不過你要看別台是沒有的 我最近很用心的在做節目 因為幫小弟按讚的觀眾朋友 越來越多了 這個對我來講是最大的鼓勵 我做分析師 不敢講做了一輩子 可是在這個業界來講算是非常資深的分析師 但是不同的是我一直以來都堅持 不可以說謊騙人 當然這條路走得非常的怎麼樣 鶴立雞群也好 非常的孤獨也好 但不至於難走 但不至於難走 因為我相信在這個市場裡面 一定還有一群腦袋是清楚的投資人 那麼也感謝這一些投資朋友 這麼多年來對小弟的支持與愛護 我也會本著這樣的一個方向 繼續的做下去 那大家都知道我對於台北股市 這個加權指數的看法 可以說是只有我一人 在昨天台北股市跌到一萬兩千五百多的時候 大跌一百五十幾點 老船長說什麼 你們不要怕 8月19號 台子期結算的時候 應該會怎麼樣 越過前高 也就是8月19號 你看加權指數 應該不只這樣 各位可以去看我昨天的節目 我說謊就賠5億8千萬新台幣 而這樣的一個看法 早在7月底的時候 我已經跟大家報告了 那麼昨天台北股市的大跌 這一天就是昨天 你不要跟我說你忘記了 全市場只有一個瘋子 他的名字叫做谷海老船長 他昨天在節目說 對8月19號 正如他剛剛報告的一樣 會怎麼樣 越過這個高點 而在8月19號 沒有來的這段日子呢 台北股市就是這樣上下震盪 震盪要多少天 老船長也很誠實 他說他沒辦法知道 但是他知道的是震盪整你完了之後 會怎麼樣 上去越過 時間就會落在8月19號那個時候 老船長有沒有給我們任何原因跟理由呢 當然有啊 因為我說有一個人叫做大炮川普 他不會讓美國股市死掉 我講的準不準 昨天你們看到美國股市的表現 你們會開始慢慢相信 老船長過去以來的這 這麼長的一段時間 一直在分析川普 他的心態 我們知道人心啊 像大海的一個細針一樣 你很難捉摸的 但是這是最高的境界 你唯有掌握住大炮川普的心 你才能夠知道 美國股市未來的怎麼樣走向 他沒有任何政績 他唯一能夠做的就是把美國股市 最好拉到3萬點 那我認為他一定會當選 在過去前一陣子 他的民調很低的時候 大家都看衰小朋友川普 唯獨谷海老船長說 我覺得川普應該會當選 從他做出來種種的跡象 在美國大量的怎麼樣 買回公債 錢灑出去 我說過美國的經濟一塌糊塗 店面商家生意亂七八糟 怎麼可能有人去投資呢 那這個錢會到哪裡去 就到股票市場 這就是川普他所要的嘛 所以我說美國股市 你看著他好像要死了 其實是修正 然後怎麼樣 又復活了 大家可以去看 美國股市的現行 已經開始多頭排列 要準備供一波了 那這一波一供 可能時間就來到9月10月 總不可能到11月吧 11月3號要投票 那就是如川普所願 再創新高啊 那這個時候台北股市 你覺得呢 對不對 如果美國股市供過去了 台北股市這個地方 一定要先供過嘛 當初我也跟你們講 除了美國股市不會死 會再供 我還講了一個理由 我說這個3400億的量是怎麼樣 沒辦法突破的 看到沒有 差那麼多 怎麼辦 用時間來劃取怎麼樣 空間來換取空間 來 隨著震盪整理 接近台子期結算 砰 上去 也就是說這邊套牢的 這裡套牢的 全部在這邊怎麼樣 被消化掉了以後往上走 股票市場常常是如此 它不一定要怎麼樣 用量滾量的方式上去 因為量滾量那開什麼玩笑 3400億怎麼滾啊 全民運動 大家一起來做股票 不可能 對不對 好 那我昨天有講 我說台北股市今天 今天會怎麼樣 由台積電的上漲 來化解掉一個危機 因為我昨天講台積電 大家可以去看我 昨天的節目 有時候 講去玩笑話 我有時候覺得我自己准到 我自己都會害怕 怎麼這麼準 王半仙 可是我是憑著我的專業 跟良知在做節目 那不準的時候 我也跟觀眾道歉 沒有什麼 我只是希望 各位幫我按讚 分享訂閱 讓更多的散戶朋友知道 原來 對 還有一位老船長 他在做節目的時候 不是看圖說故事 那個沒有意義 你們看 今天波洛威長了 大家在講波洛威 昨天沒有人講波洛威 這就是台灣的投顧業 那請問一下 明天漲什麼 你看收盤的就好 然後就拿出來講嘛 對不對 那昨天什麼股票沒有漲 老船長講說 他要大漲的 你們先心裡好好想一想 我們先講台積電 因為台北股市 昨天大跌的情況之下 台積電也大跌 我說過台積電 他千萬怎麼樣 不能夠 我昨天講 我說台積電千萬 明天不能跌 因為一跌要下來補缺口 那會死人的 台北股市要再跌幾百點 我有沒有講 所以老船長說 明天台積電一定要漲 而且我認為他會漲 我有沒有這樣講 沒有每一個觀眾賠5億 8千萬新台幣 老船長昨天台積電 一副很洛機的樣子 你還敢這樣子講 你實在是 別的頭顧老師都不敢講 他們都比你堅強 不是 他們都比你聰明 對不對 人家都不幹的傻事蠢事 只有你會幹 對 因為我希望你們看我的節目 有所成長 拉尾盤 從頭到尾強勢 幾千億的古本 各位觀眾 然後呢 他不會選擇補缺口 他反而要怎麼樣 開始走一段 你要注意啊 外資看五百多 這裡也不過才四百多 這個叫做真正的專業 跟看盤預測 這叫分析師啊 其他的你去看 都叫歷史老師啊 今天破洛威漲了 3163 昨天有沒有人敢說 破洛威明天要大漲 絕對不敢 今天跳出去了 一堆老師今天去追破洛威啊 對不對 如果你早上收到call訊 你的老師叫你在這裡買的話 我跟你講你趕快把匯費再交他十年的匯費 然後呢 你就跟著他一輩子就好 你收到call訊一定是在這邊 開始發動了他叫你追 那萬一下來了怎麼辦 哎就不講了 今天就沒有破洛威了喔 今天你看到所有的頭顧節目還有大財經台大老師就沒有人講破洛威了 但是因為破洛威今天怎麼樣 網上收 他們就開始講故事啊 5G概念股怎麼樣 講得天花亂墜啊 那如果你參加會員 你的老師是叫你追股票 你幹嘛交匯費給他 你每天手機拿起來對不對 一早上開盤你就怎麼樣 漲幅前幾名的你就看嘛 哪一隻自己追進去就好了嘛 對不對 那說沒有啊 我老師帶我追喔 還賺錢喔 對 帶你追還賺錢 那是因為今天破洛威收高嘛 如果今天破洛威收低的話 他就不會講了 這樣你們懂嗎 你們過去被騙的經驗還不夠多嗎 是不是 但這個對你沒有幫助的 也許明天破洛威又怎麼樣 又回了 那你追在這邊你能賺錢嗎 你沒辦法賺錢 對不對 那老船長你看不看好破洛威 基本上 你說我看不看好他喔 這種第一季賺鴨蛋的公司 我不知道要怎麼看好他啦 你說後面營收成長5G 那對啦沒有錯啦 但是也不至於股價 馬上就70幾吧 一個公司第一季虧損 對不對 然後呢 哇開始畫柄啊 5G概念怎麼樣 反正我相信你的老師帶你追股票 一定不是第一次 從你參加會員到現在 他不知道帶你追了多少次 你前面套牢的都還在等對不對 他再叫股票你也沒辦法買 你就兩手一攤攤在那邊了 這就是我常講的 你就是豬腦袋 他就是大魔頭 明白了嗎 下半段節目回來 我要講各位真正有機會開名車 住豪宅的事情 所以你千萬不要轉台導播 我們擁有日夜盤最先進王冠AI智慧系統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關鍵 顧德投顧老穿帳 是您古海中的一盞明燈 顧德投顧諮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財專家顧德投顧 我們擁有一流證券期貨分析式陣容 多空雙享操作為您累積財富 金融市場位居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更專業的團隊 但您避開風險再創財富巔峰 顧德投顧洽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我在七月底的時候 因為現在八月初 我開始跟大家說 你們要開始注意 台北股市電子股有一個族群 叫做矽晶圓 它是台積電供應鏈的製成材料 我說他們一定會大漲 那麼台積電回檔了幾天 整理了幾天之後呢 今天又開始復活了 接下來台積電會漲一段 各位要注意喔 所以 8月19號的台子期 應該會過前高沒有問題 那麼在台積電從明天開始 要接著繼續漲的過程裡面 大家就會開始想台積電的供應鏈 又復活了對不對 好 那台積電的供應鏈裡面 我說過有很多 有封裝的有檢測的有化學的 一大堆啊 還有設備廠 但是呢 老船長情有獨鍾的是這個 製材 製成材料 叫做矽晶圓 台積電要好 聯電要棒 甚至世界先進要接單 都必須要有製成材料 而這個圓柱體就是矽晶圓 切成片的做成晶圓片 這個耗材是必然的 你們不要去幻想 就說它有沒有可能啊 就是說台積電的材料 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而不是跟怎麼樣 細晶圓的公司拿的 你千萬不要這樣子想 因為你這樣子想 那麼代表證明你有神經病 對不對 當然啦 老船長你當我們是什麼 我們一定是認為 這個是要製成材料的 那就對了 既然你也這麼百分之百的 肯定認為 你就不要因為台積電的拉回 而看衰小朋友 製成材料 細晶圓 對吧 那我昨天的節目 昨天我坐在這裡 我說過 細晶圓這四檔裡面霸主是誰 我說過是環球晶 我也跟大家報告 我說環球晶叫做法人股 一張呢 四十幾萬台幣 只有法人做得起 拉得動 我說合金啊 一張三萬多三十幾塊 它是屬於主力股 這兩個股票的性質是不一樣的 那昨天環球晶是跌的 全市場沒有人敢講 全市場沒有人敢講看好細晶圓 甚至連細晶圓的細智都不敢講 我講的對不對 你去看昨天的視頻嘛 不管是電視網路都一樣 只有 對 又是那個神經病 那個笨蛋 古海老船長 昨天還說什麼 細晶圓裡面的霸主 霸個頭了耶 環球晶昨天跌還說他霸主 對不對 然後說環球晶今天要開法說會 各位要注意股價要動啦 各位觀眾你知道一個四百多塊的股票 是法人才能夠推動的 連主力都沒有資格 昨天是下跌的 老船長說環球晶要開始漲了 因為他今天要開法說會了 這個叫做分析師啊 但是呢他是法人 法人很簡單 他們就是一直買 他們非常有錢 對不對 可是合金不是啊 合金是怎麼樣 對中低價位 應該嚴格來講就是低價位 他是算主力股 主力股有什麼特色呢 主力股他很喜歡洗盤 對不對 早上這段時間還在洗盤下把你們洗得一乾二淨 因為合金最近他的融資余額 可能很多的觀眾看我的節目 然後用融資去買 那麼主力就要把這些融資踹下車 再加上昨天自營商跑去大買合金 我們知道自營商都是今天買 大概明天就賣 短腿足的代表就是自營商 為了誰的名 因為自營商的錢就是證券公司的錢 證券公司的錢呢 因為他們買賣股票不用手續費 自己開的店嘛 對不對 那麼錢是老闆的錢啊 那自營部門會有個操盤 大概是副總的階級 他負責操壓力很大 操不好你就給我滾蛋 對不對 所以他可能往往都今天買了 明天有賺就跑 甚至沒有賺一看不行也跑 所以我最討厭 就是我帶會員買的股票 有自營商進來買 那是我最討厭的 昨天一看 自營商買了一千好幾百張 我心想今天一定是洗怎麼樣 洗到脫皮 再加上融資最近也真 只有昨天融資減了六百多張 所以今天就洗 稍微表態一下 那現在重點來了 各位看我的測標 主力vs法人 那就是怎麼樣 合金vs環球金 台積電的發動 環球金它是必然要動的 這是第一個 因為製成材料它是霸主 沒有話講 對不對 獲利是最好的 那今天環球金開怎麼樣 法說會 你們要注意這個 矽晶圓下半年的拉貨會轉強 價格會反彈 價格會反彈 聯電 世界先進 這個是高階的台積電 中低階的聯電跟世界先進 他們的製成材料全部都怎麼樣 核金都有吃到 其實很正常 大家要曉得台積電 不要講聯電 世界先進 光台積電 它再怎麼樣 跟客戶下單 它不會只跟一家買 你出事我不是挫起來 對老船長 所以你看 世界級的大廠 它在下單的時候 它都會怎麼樣 對 有的還有備胎在那邊等 所以核金它也吃到台積電 它也吃到聯電 也吃到世界先進 那現在股價的重點來 我們先看看法人股 環球金把時間拉長才客觀 環球金它現在位置在這裡 台積電的位置已經在天上了 對不對 環球金沒有跟上來 它明明是製成材料 那因為台灣的投顧業 還有財經台大老師 一定要等到股票噴出去了 他們才會拿來騙 拿來表演 然後說之前有沒有跟你們講過 對18年前跟你講過也算了 會員有沒有帶人家買 都沒有 就是這樣子騙就對了 你們參加過很多投顧 很多老師都曉得 盤中連線大老師吹噓的亂七八糟 你是他的會員輸了一褲子 你應該很清楚嘛 對不對 沒有錯 那環球金的位階叫做中階 各位觀眾這裡叫中階 這裡叫高階 這裡叫低階 如果你今天做股票 連你的股票在高階 中階 低階都搞不清楚 那完蛋了 那我們來看合金 合金在低階 對不對 剛剛看到環球金在中階 環球金會怎麼樣 往高階走 因為怎麼樣 它是霸主矽晶圓 製成材料 台積電的怎麼樣 供應鏈 台積電已經早就過前高了 所以環球金會上去 那各位合金在低階 會不會太開玩笑了 我們就算它怎麼樣 因為它不是環球金 那麼機油沒有關係嘛 它至少會來中階吧 你知道從低階到中階 或者是從中階到高階 那個漲幅有多大 你知道嗎 可是我們看不到 國內的分析師 跟你這樣子分析 他們永遠拿 今天漲停版的來表演 而會員大概就是買漲停 或是漲停的前一兩檔 就是這樣騙 然後跟人家說你看 我給你看Call訊 會員有買 對不對 然後會員買漲停的 現買現漲停 有沒有聽頭顧老師常講 什麼叫現買現漲停 廢話你買漲停的就是 現漲停 但是很多的觀眾會誤以為 他們買在平盤 然後現在拉漲停版 叫現買現漲停 不要相信 我跟你們講真的 你如果要載股市 你想要開名車 你想要住豪宅 你必須要賺到大量的財富 如果你看的節目 你跟的老師是這種貨色 我跟你講 你沒有機會一檔股票大賺 永遠都是天天在追 因為他每天早上 就看著電腦 或看著手機 什麼股票快漲停了 來叫助理發Call訊 因為你們收到都是 那個簡訊 上面是文字 那助理發的 對不對 甚至老師都不看了 助理你就看每天 快要漲停的股票 拉起來飆的 你就全部都發 通通都叫 投資顧問公司 叫股票沒有違法的 待進待出 沒有問題啊 他停損叫你出就好 死是死你啊 你懂嗎 所以你一參加一個月 你被他叫了幾十檔股票 你根本沒辦法買 有這種現象的 你趕快離開他 下面老船長你也這樣 我這樣我下十九成地 不得好 請觀世音菩薩作證 我會告訴你們 他們怎麼騙 就表示我絕對不會 幹這種下山爛的事 可是大部分人都這樣做 你知道嗎 但是在法律上 他們沒有罪 因為投資顧問公司 你們花錢請我 對不對 交會費 我只是給你建議而已 我可以建議你一百支兩百支 主管機關又沒有規定不行 你們聽得懂嗎 好不好 那你今天看了我的節目 剛好你有這四檔 其中一檔 隨便 我跟你講後面合金會很兇 我這樣給你暗示 你就知道了 老船長你跟主力掛鉤 我沒有了 冤枉大人 但是我告訴你 這一支是主力股 這是法人股 但是你只要有四檔 包括中美金跟台聖科 你只要有其中一檔的觀眾朋友 到今天你沒有被洗下車 你最後一次給你機會 打電話進來 我的助理會通知你 什麼時候才要出 一定會通知你 但是你一定要打電話進來 今天是最後一次 你一定要有這四檔的 其中一檔都可以 現在開始撥打 本投股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誰勝評估 並自負 投資風險